作词 李宗盛 我还能爱你什么 除了勇气 我还能留住什么 除了伤痛 我还能忘记什么 除了真情 我还能给你什么 除了善良 我还能爱你什么 除了勇气 我还能留住什么 除了伤痛 我还能忘记什么 梦想让我们 一次次的选择 又让我们 一次次的错过 真心把我们 紧紧连在一起 除了误会 我们还能对他 能对他说些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香港 作为世界金融市场 极为敏感的部分 随着久期的对立融界 更为引人注目 一场突如其来的美国股市灾难 波及全球 也造成香港股市 大幅度波动 不少公司遭受重创 而商业巨子司徒远东 由于经营有方 使他的远东集团 不仅在灾难面前屹立不倒 反而进一步稳固了 其在港澳华人大财团中的领先地位 但是 谁也没有想到 司徒远东的侄子司徒文斌 背着他叔父所做的一次商业投机行为 却在这场股灾中受到重大挫折 此刻 他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安娜 我们私下里做的那笔大生意彻底失败了 不但罗勇叔叔被美乔都保记号的那笔紫金 这笔紫金输得连扎都没了 我还欠了一大笔债 那能不能从北美乔德堡的项目资金中再挪动一些 可北美那边也出事了 你马上赶过来 文斌老弟 你总不能老是回避我们吧 虹哥 有事好商量 不至于发那么大祸吧 老板 没什么事吧 你先出去吧 我要坐下来和虹哥慢慢谈 乔小姐 乔小姐 刚才来了一班人气势汹汹的非要闯进去见文斌先生 你还是等一等吧 司徒远同志指司徒文斌事业受挫 我还没想到北美乔德堡向我被欧子空了 文斌老弟 你我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说话用不着再兜来兜去 一句话 那笔钱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还呢 我说虹哥 不就是那么一点钱吗 我司徒文斌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难道还会赖你那点账 只是这几天手头确实有点紧 只要我的资金一周涨过来 我马上就可以还你的债 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你的北美乔头堡已被欧洲人吞掉了 我们也学本无还 这可不是一笔小书目 如果你真的吐不出来 我们就只好直接向你的叔父司徒远东去要了 到那时就别怪我们在众人面前接你的老底了 翁哥 你真想把事情做绝 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次亏了这么大一笔数字 恐怕是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偿还了 我们以前运气一直很好 没想到这次会输得这么惨 多管这场该死的每个股票灾难 现在再说什么也没用了 明天就要开董事会了 我只有谷主一致了 一定要让他们重新对北美乔头堡 托入资金 那么老陈子能听你的吗 尤其是那个卢师傅 他可是跟随你叔父多年的老狐狸了 你叔父对他的意见总是言听计从不多 可我明天就是要逗一逗这只老狐狸 好 这位久等了 久等了 刚才司徒远登先生特地打了电话 说他在美加等地考察 事务繁忙赶不回来了 授权我来主持今天的董事会 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北美乔头堡失利之后我们的对策 对于北美乔头堡失利的原因 我们今天暂不深入讨论 但这次失利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确实应该把目光放到大陆了 比如说 最近 新开辟为开放城市的南宾市就很值得我们重视 我反对 大家不是要追究北美乔头堡失利的原因吗 这些文件将全面回答你们的问题 好了 既然司徒远东先生不在 现在 像这么大的问题 我们今天暂时不做决定 正好我弟弟是患 在南宾投资了一间金色世界大酒店 下个星期 举行剪裁典礼 我们可以委托文斌作为远东先生的代表前去祝贺 顺便专门考察一下南宾市的现状和投资环境 也许 也许这样容易使我们达成共识 这恐怕 还要征求一下我叔叔的意见吧 这也是刚才远东先生在电话里的意思 我们起行准备复够甫的 我们x3 我们心心苦苦整理出来的材料 眼看就要成功了 可又被那把老陈子给挡住了 我迟早有一天要收拾掉他们 不是胡这只老狐狸 他现在的心思全放在南兵身上 他要我去南兵考察 实际上就是想逼我投降 上车六 在北陆所发生的外国游客被绑架 又有了最新报道 西方各国政府一致决定 中断一切经济援助相法 要是南兵也能像这样 出一件引起公众不安的事 就好了 认为对当地的经济发展 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遇难者家属也强烈要 你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防止这类事情在发生 下面播放 会用来 马上你过来一趟 我要仔细和你商量一下去南兵的事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去南宾的人马都已经准备好了 威仔 你可真是我的好帮手 南宾 我要闹你个天翻地覆 我们南宾是省里新进批准的开放城市 它历来就是连接港澳地区和内陆省份的枢纽 也是有名的桥乡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南宾将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投资热点 好 谢谢大家 讲话可以吗 不用重来吧 太精彩了 好 大家辛苦了 孟副市长 孟副市长 我叫冷落冰是电视台的记者 请问您一个题外的问题 什么问题 目前南宾的经济发展和治安状况未能成正理 我这里有很多数字可以说明 最近进屋抢劫绑票勒索的案发率很高 老百姓对此很不满 也非常关心 不知道市政府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有效措施 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公安局的领导来了没有 来了 老五局长 你坐到前面来 今天的会对你们部门很重要 这次我们南宾与港商合资的金色世界大酒店的开业剪彩活动 规格很高 正在我省访问的一位外国公主将光临助兴 还有我们南宾的老市长 担任过省理领导工作的曲之涛同志 也将亲自主持剪彩仪式 更为重要的是 香港巨商司徒远东先生将派他的侄子司徒文斌出席 并且对我们南宾市进行投资的实地考察 当南宾市上上下下正忙于周密安排和布置 准备迎接前来考察投资环境的贵宾时 公安局内部却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谁想远走高飞啊 我这有份民意色役 请填上理由和调走的理想单位 有关事 你先填一份 江伟 我求你千万别给我开这个玩笑 这要捅娄子的 刘克田的小狼最怕死了 我坐 来来来 你来一趟 我呀 命中注定 是警察办的 来来来 大家前 来来 原因 没有住房 工作太危险了 工资太跌 江伟 方俊 你这搞什么名字呢 不是你叫我了解下咱们警察的思想状况和苦恼吗 我也没要你这么搞啊 这不省事吗 这不是捅娄子了吗 老局长大发脾气 要你马上去见他了 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字 还有没有组织纪力 你知道不知道 你这样搞是在换赛军心 破坏公安队伍的稳定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局里的思想状况 人本没有想采用这种方式 怎么样 我告诉你 想这样的谈话 只要超过二十分钟 后果就严重了 你的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 说说看 谁出的主意 还有谁参加 没有别人 是我一个人想的 江北 我一定要找楼就要说清楚 你听我说 千万没心中事 我捅的楼子干嘛让方君抱我背黑锅 反正我也不想干 四想掉 江北 我要找楼就要说清楚 来来来来 兄弟 我来拦住了 江北 还要跟我进去就有事 不要拦我 就什么你好好说 好不好 我就想跟老弟俩把事说清楚 那你 江北 就把他抓 材料 你们闯后闯得还不够大 你们知道事情闹大以后的结果 你们都回去安息工作 放心的事我来管 来 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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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材料 去就行了 走吧 什么事 那他回去回去 来 快走 这下你放心了吗 老材料一去 陈光就没事了 这事啊 都怪我没有及时向你汇报 我要写一个 反公安内部思想状况的材料 我让方骏给我收集的 反面材料共批判用 要说错错在我 不关方骏的事 你要处败 就处负我好了 你先回去写检查吧 听后处理 你这样引火烧身 何苦呢 其实啊 方骏的呗 万一现在不见的是坏事 告诉他们 少来这套标信利益的东西 你要小心啊 不要重蹈高天那件事的覆辙 警下教官出身的老材料 在一次急拿罪犯时搏斗护伤 装上了假腿 只能改做办公室写写材料的工作 使他肠胃不能施展抱负 而定 而他最终爱的学生高天的经历 你怎么一提到他就叹气呢 高天啊 是他在省锦绍是一个得意的学生 后来分配到省庭工作 前几年 厅里为了培养年轻干部 把他分配了男兵来挂志锻炼 没想到 再一次经济难言 他用了超前的观点去打 保护了一个 叫低迷他的威慨 结果 弄的是满城风雨 说了处都不说 就连他在美国的妻子都和他离了婚 好在当时 市任的领导屈志涛 很看重他的财当 把他带到省里去工作 从此 就脱离了公安了 高天啊 你知道吗 你要穿这样的衣服才好看呢 我这个人随便惯了 穿得正经反倒拘谨 随便 今晚的这个party可太重要了 一 要庆祝你龙城开发区的副主任 二 要向我的亲朋好友隆重的介绍你 我可不想让别人对你品头论足 说三道四的啊 知道知道 实际上是吃订婚酒 对不对 是 我可以 是吗 我可以 是吗 我可以 我可以 是吗 来 为你们的幸福 为你们新的前程干杯 谢谢齐老 谢谢齐老 我今天还有个外事活动 就提前告辞了 怎么样 我介绍的人不会错吧 可不许欺负爷爷呢 不敢 我 再见 师父 再见 离开南宾后的高天 看似春风得意 在事业与感情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一纸撤销处分的文件 却又勾起了他心中的波澜 好嘞 再见 你是不是想归队了 当然不会 我觉得你也不会 那帮亲戚朋友们都在议论 现在只有傻瓜才会去到公安呢 你有这么好的位置更不会傻了 是吗 对了 刚才他们来电话告诉我 我为南宾金色世界设计的雕塑方案已经中标了 真的 他们邀请我在酒店开业的时候去南宾 将与港方总经理卢世凡先生最后敲定此事 怎么样 陪我走一回吧 还是你自己去吧 南宾是我受挫的地方 心里总有点别扭 到那见到熟人大伙都不自然 去吧 我一定要让大家看看你是最优秀的 而且啊 我还一定要让你走出这个阴影 去吧 好好好 去 陪你一块去 大哥 这次及格了吧 动作还要快一点 一点差错也不能出 有你24K的红棍杀手亲自指挥 怎么会有差错呢 在香港地的江湖上 谁不知道我们廖怀玉廖大哥的名头 小心无大错 对于南宾我们并不熟悉 现在大家分头出发 潜入南宾以后 在一号提点几何 记住 在南宾 我们的绑架目标 就是这个人 高天 高天 你快点过来 这儿特别漂亮 来 来来来 都过来 到那边好好看看 大哥 就这么档子事 在香港都演习过好几遍了 用的早已那么费心吗 小心使得万年船 这条道咱们没踩过 还是小心为好 高天 你来 你快点过来 大哥 有人在拍我们 走 看看去 啊 干什么你 外面什么呢 我拍风景啊 把机器拿过来 喂喂喂 你们要干什么 您什么人 对不起 我们是外地的游客 刚来南宾 刚才这位小姐 把我们拍进去了 所以 拍你们干嘛 我们也是游客 我们自己拍着玩呢 好 看来是误会了 那咱们走吧 别扫人这线索 走吧 喂 老胡 大哥 你怎么也跑南宾来了 港上 那南宾投资的金色世界 要开张剪彩 据说 从国外请来了一位公主 和香港一个大台团的代表来 省天很忠实 派我和欧翔下来 加强宝贝 老赵 真没想到你在这儿 大哥 老胡 喂 这么亮宝法车啊 漂亮小姐 摄像机什么都有 拍电视剧怎么啦 你认识一下 老赵 江伟 这都是以前的老搭档了 你好 你好 老搭档 是当年的老搭档 现在差别可大了啊 你看看 他现在要比咱们留在公安的强多了 说真伟 中副厅长确实很看重你的 怎么样 重新归队干公安 来南宾打干一场吗 如果你现在处在我这个位置上 你会回头吗 确实难啊 不谈这些了 我这些到这儿来啊 纯属陪同 不担工作 唯一要做的 就是去看看咱们徐老师 是啊 徐老师当年 为你担当了不少啊 现在你好了 是该去看看他呀 如果王建民在 咱们当年的三件课一块去看看 那徐老师太高兴了 那徐老师太高兴了 我现在是公务在身啊 只有等办完事再去了 你先带个话吧 那好 音音 时间不早了 咱们先走 好嘞 好嘞 上车 好 照须咱们老高 老高 有机会多来看我们啊 别把咱们给忘了啊 再见 好 老胡啊 看人家现在 妈妈 我就要离家 到美国去留学了 我没有辜负你对我的希望 可我 可我放心不像爸爸和弟弟 你走了这么多年 我总得因自己带保了孩子 对不起你 好在他们都懂事 现在肯出息了 别说ín 早用什么 你不要用 不 红天 俠贤 要你让我骚喜 是啊 家只能不孢 吃了 孩子 就去 老抱 我 安妮娜 這兩天啊 局裡忙著搞保衛工作 我不好請教 明天你簽證 我就不給你救了什麼 啊 不這麼大 你倒是該操心一下你自個兒的事 有句話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媽都去世這麼多年了 二女一直對我們都挺照顧的 好好看 你別亂說 爸爸多了好了啊 一個人都過了這麼多年了 再說 爸 你要是不好意思 我去替你向二姨說說 要不我到了國外也不放心呢 小雷畢竟是男孩子 還得你操心 行了 這個事我自己想吧 老材廖懷著興奮的心情去見二姨 和二姨憧憬著一種新的生活 她一點也沒有預感到 自己還會遇到什麼意外的災難 哇 這麼濃的藥味啊 幹什麼呢 不就是給你的膏藥嗎 你的腿呀 每到潮溼的季節總要發炎 免不了的 真是多虧你有心啊 可現在不是還早嗎 我看了天氣預報了 說是今天雨季來的早 我怕到時候啊 趕不上用 先預知是吧 阿辰啊 你也會做這個 這可是二姨的獨門專利呀 這些年呢 每年我都是靠她頂著呢 那我就跟二姨學的做唄 怎麼了 阿辰媽 燙著了 你看看你 你等著 我給你拉紅花油去 阿辰 你這麼大的姑娘 成天在人家家待著 這像什麼話呀 做工不收錢哪 告死回來 媽你別喊了 我這就回去了 阿辰 等一下 我給你擦點藥 這阿辰媽是怎麼搞的 話越說越難聽 小飛和阿辰 本來從小就挺好 青梅竹馬 可自從阿辰的父母 最近做煙草生意發了財 就變得勢力了 看不上我們小飛 是個當警察的 憑什麼看我們這孩 就活得這麼累 不被人看好 我姐姐不去看好你一輩子了嗎 是 還有一個人 你也挺理解我的 誰 還有誰 憑什麼 你沒唱歌吧 憑什麼 走 父親小飛出生的話 你一直一個人帶著她情侶的播種 你會跟我的好事 你心裡很清楚 憑什麼 還專門跟我談談你的事 不然 要不我们就互相照顾着过来 这事 我得给小飞商量一下 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开放 报社匹也查过一些 没任何人 我可小飞不会说什么 我说娘 你硬 她对你不好 你这都是旧脑筋了 你看 我给你磕了这个 三眼开态 这是我的心意 你应该身边就百无尽尽了 这件事 你再考虑考虑 也别马上答复 等多两三天我把课好了 给你送过来 你给我一句话就行 阿姨 阿姨 我们来了 我去做菜吧 走吧 爸 你看是谁来了 徐老师 是高天哪 徐老师别起来 你好啊 徐老师 你在做什么呀 这可得保密 暂时保密 坐坐坐 徐老师 她叫吴依依 是 不用说了 我知道了 是个靓女马 坐坐坐坐 高叔叔 你知道我们家一下子很清贫 也没什么好招待的 吃点吧 别客气 谁说我们家清贫 我这辈子最大的财富就是你们这些学生 来 你看 这就是高天 你看 这是洪用火 王建民 都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你别看高天现在高大为王 我刚进锦少的时候可瘦小了 他和洪用火 王建民编在一个组 号称三剑客 可是第一次执行实习任务就没完成 那我得臭骂 没有吧 徐老师 那次你反而没有骂我 只是告诉我 要想当警察 一要有理想报复 二要经得起两折 就是曲折和挫折 说起来 我确实愧对老师教会 他心里总有一个结 只有您能够解开 尽管他现在不是公安了 可是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事业成功者 只是他自己一直和自己过不去 他听您的话 我今天想跟你讨句公道话 他现在到底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 当然是啊 谁能说不是啊 只不过啊 我觉得 在一切人生决筑中 最直接 最刺激 最负使命感和成就感的 还是我们这个 对 没错 我爸都喝了点酒 就爱乱说 你们千万别当真啊 徐老师是有感而发的 他心里的遗憾太多了 谁在帮马车停在外面好漂亮的 高叔叔 是你的 你开来的 是开发区的 徐老师 你一向爱车 咱们去看看 你就好看 虽然我来 乔老师 试试 试试 干嘛呀 来听见我来来来来 这就是高天 这是方俊 年轻有为的大学生 就像过去的你 你好 总听徐老师说起你来 今天真是相见很晚的 客气了客气了 局里让你明天给市委送份材料 我特地呢给你邀辆车 顺便你把徐敏送到马堂上去 就这破车 我这可是去美国呀 我好久没开警车了 老师啊 干脆你开宝马送阿敏 我和音音啊开着吉普车过南宾 来个两天其美 这怎么行啊 别推了老师 我知道你呀最爱玩车 我开宝马来啊 就是要跟你过过车瘾的 好 这感觉就是不一样了 凭这一点啊 你还是改行的好 齐老师 看你这身手不嫌老 完全应该再找个老伴嘛 嗯 那可说不定 说不定啊 你明天来啊 我就给你意外的惊喜 一切准备就绪 一切准备就绪 公主来了吗 公主来了吗 东安座好了吗 您老师 公主来了 已经安排好了 到司徒文明先生一到啊 仪式马上开始 好啊 能抓住司徒家族来南宾投资 是一招好奇 我希望这次就能有所进展 祁老 这些都是您的老部下 大家都很想念你 特意来看看你 现在还有点时间 您到这边来歇会 那你到底是走了 爸 叹什么气呀 你不是一直都支持姐姐 出国念书的吗 傻瓜 那你 是不是又舍不得姐姐走了 不 她还是应该走 年轻人应该走自己的路 老人嘛 都希望孩子比自己强 也不是像 我知道 接下来你又该说 我不听你的话了 不去当警察 光知道唱歌 还替什么黎明头 是不是 我是希望你当警察 不过我知道 你是不会听我的话的 哎呀 好了好了 不要说了 这么好的音响 我们还是听这歌吧 零一零零一 我是零二 天 看来南兵确实是个可怕的大沼泽 至少把你身上潜在的请察金钱 全都给诱发出来了 那怕什么 反正你会用各种办法把我拉出来的 不论 实在? 不论 搞成 青的時候 就挺喜歡這個歌 司徒文斌先生來了沒有 還沒有 屈老 是不是把時間再推遲一下 公主已經在等候 再推遲恐怕不合外交禮 剛剛接到報告 司徒文斌先生在三號地區被綁架 媽 還是出事 快 往三號地區 請問是不是出事了 走開 走開 大哥 下一步怎麼辦 一切按我們的計劃進行 大哥 前面審查 前面的車停下 接受檢查 前面車停下 查訴 趕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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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衹服 趕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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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艦工發言定目標 對瓦瓦瀞頭戰 請究竟調导資源 真出事 你坐 大态警笛 抓贼警笛 怎么停车了 大哥 车被打坏 下去抢车 来辆宝马 拦着他 有人挡车 你搞死了 下来 快 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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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 救死你 走 走 他们接住 你们送他们回去 二班 打 我打 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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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的你 相似的你